这些食物都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哪怕是带着粪便和泥土也没有关系 只需稍微处理 这些富人们吃剩的骨头仍然是当地穷人的盛宴 这里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 号称亚洲的纽约 一个结合了天堂之府与罪恶之城的矛盾城市 马尼拉是菲律宾的金融和政治中心 而生活在这里的富人们大都是社会精英 他们还不到总人口的10% 却掌握了超过一半的社会财富 这也使得马尼拉富人区有着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健全的社会保障 可在那贫富之隔的分界线外 马尼拉还有400万平民几度接近饿死的边缘 欢迎来到穷途纪录片 本期我们将深入马尼拉的汤都区 这里是菲律宾最出名的贫民窟 也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 全国最贫穷和开发程度最低的地方之一 这里的人口占当地的四成 而其中的一部分则以石荒为主要收入来源 距离汤都区不远的一座写字楼里 这位白领丽人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主角 维嘉 他目前就职于菲律宾资产最为雄厚的一家银行 此时的他已经足够称得上是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典范 可由于出身不好 对于未来发展 他也显得十分迷茫 早些年通过不懈的努力 维嘉考上了在马来西亚影响力颇大的精英大学 上学时他就是品学兼优的表率 无论是各种比赛 亦或是奖学金都从未落下过 也正因为这样 他才能在毕业后来到这家银行工作 可他也知道 如果自己的出身能好些 或者是稍稍有些背景 现在所处的职位肯定会更高 维嘉现在已经下班 坐上了回程的大巴 在车上他不经意地聊了起来 从写字楼到家的路程 不行二十分钟就能抵达 可他更愿意坐大巴 因为这样可以令自己更安全 在汤都区 如果你是独自一人走在夜里 将会遇到各种程度的骚扰和抢劫 而由于警力的不足和人们维权意识的欠缺 也成了这些犯罪行为滋生的土壤 在经过一段很长的窄巷后 维嘉终于抵达住所 常人肯定无法想象 他的家要弯着腰才能进入 也更想不到 这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地方 居然住着六口人 整个家里没有厨房 客厅 卧室的划分 那里做饭 这里睡觉 一切都是简单明了 而令人内心波动的是 虽然这里十分逼则拥挤 可贴满宝宝照片的粉色墙面 还是将家里点缀得温馨满 维嘉说 现在的生活基本上趋于平静 只有一件事让自己感到烦心 那便是洪水的袭扰 一旦洪水来临 最严重的时候会淹没到腰的位置 也就是说 这个小家里的一切都将被摧毁 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就会集体搬到楼梯上睡觉 虽然难以入眠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那个距离此处不远的上班写字楼 却丝毫不会被洪水所侵袭 也正是因为如此 哪怕是银行的工作再苦再累 维嘉也没有丝毫的怨言和抱怨 因为他知道 写字楼和自己所处的贫民窟相比 简直是天上人间 对于自己的未来 维嘉决定通过继续努力工作 来使自己过上好日子 他要远离贫民窟 让家人们搬出去 住进一个不会遭受洪水袭扰的地方 他愿意看到家人们的笑脸 每当自己因为工作累得七婚八素时 一想到以后的美好未来 他都会觉得甘之如頤 其实 菲律宾地理条件优越 本身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 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 因现代化水平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菲律宾还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 可他们如今沦落至此 在国际社会单单已输出女佣文明 其背后的原因 也源于他们国家被殖民的血泪时 早在14世纪以前 菲律宾群岛还未形成国家政权 直到一百多年后 西班牙人在此建立殖民统治 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为祭灭 把此地命名为菲律宾 1898年时 西班牙与美国爆发战争 西班牙战败 菲律宾又被美国殖民了接近半个世纪 后在1946年才终于独立建国 由于长期受到殖民文化的影响 菲律宾的政体和美国基本一致 官方语言更是英语 所以在后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里 菲律宾作为美国的亚洲后方基地 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扶持 他们经济最辉煌的起点 便是从这里开始 60年代末 菲律宾人均GDP达到254美元 远超除日本外的亚洲各国 而在这一时期 亚洲开发银行的总部就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还有很多世界级企业的亚洲总部也大多在这里 直到1969年时 因为菲律宾的空前繁荣 甚至有望成为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 它也与当时同样发展迅猛的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并称为亚洲四小虎 然而 转折点在1975年时 悄然而止 20世纪初 菲律宾与美国的贸易只占他们外贸总额的10% 可到了20世纪中期 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70% 此时他们的经济已是极度依赖于美国 而因为技术的进步 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 还因为美国在战争期间的军事需求 为菲律宾提供了大量工业订单 所以大部分工人也随着工业化的兴起 涌入城市就业 可是 随着越南战争在1975年结束 美国对战事物资的需求戛然而止 作为美国后方代工厂的菲律宾 失去了产品销路 劳动力需求也急速下降 当农民工开始为生计发愁时 那些企业主其实也是有苦难言 因为菲律宾为保护农民工的权益 制定了严格的劳工制度 这其中便有规定 企业不破产就不能辞退员工 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以破产的方式卸下负担 造成了市场份额饱和 企业产品功过于求的恶性循环 企业一边发不出工资 一边又不敢裁员 所以就只有选择破产 而一旦破产 又进一步减少了就业岗位 同时因为没有核心产业 没有独立经济竞争能力 当最大的依赖对象离开后 菲律宾经济从此一落千丈 一边是经济下滑民众失业 另一边的菲律宾国情 也在时任总统马克思的腐败统治下 越走越低 为此民众发起了暴乱和游行 终于迫使政府向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求助贷款 不过这次的贷款也是有前提的 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菲律宾贸易自由化 取消进口限制 并允许外资进入矿产 农业 金融 水电等菲律宾国有领域 在菲律宾同意后 贷款援助的确为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 但也无形中埋下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患 因为贸易自由化的确是让强国更强的方案 可对一个挣扎的小国而言 却是一次加速衰落的步伐 外国资本迅速进入菲律宾的农 林 矿产 石油等资源行业 同时控制了菲律宾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并且还由于大量产业因为盲目市场化惨遭淘汰 工人失业率反而进一步扩大 经济持续负增长 而眼下菲律宾国情的内忧还没解决 当年救济贷款的外患也显现了出来 1986年时 菲律宾已经背负28亿美元的外债 这个数字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95% 整个菲律宾的经济几乎已经等于破产 这时 一条新的出路出现在了底层人面前 那就是出国帮佣 把外面的钱赚回家里 20世纪末期 菲律宾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平均在100美元左右 而出国的菲律宾女佣们 却能拥有每月500美元的收入 可她们在海外的受欢迎 并非只有勤劳忍让 其背后更有菲律宾的历史原因 因为西班牙曾经的殖民 大部分菲律宾人都信奉天主教 所以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劳工 西方家庭更信任同为天主教徒的他们 其次是菲律宾的官方语言同为英语 女佣能够与雇主更好的沟通 渐渐的 吃苦耐劳 值得信任 沟通方便 成了菲律宾女佣在西方国家的标签 菲律宾也成为了亚洲劳务输出最受欢迎 规模最大的国家 而面对国内劳动力如此严重的外流 政府所采取的正常举措应该是管控人口流动 将年轻劳动力留在国内发展 不过菲律宾他们却刚好相反 因为这些海外劳工每年都会将赚到的钱寄给国内的家人 这笔外汇数字在99年时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8亿美元 当源源不断的美金外汇从世界各国流向菲律宾时 他们国家快要崩溃的经济才终于有了希望 甚至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菲律宾所受到的影响是亚洲各国里最小的 也是因此菲律宾在菲律宾有着国家英雄的称号 不过他们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风光 支撑起国家经济支柱的背后 是每一个海外劳工漂泊他乡的血和泪 因为菲律宾遍布世界各地 而菲律宾政府并没有和所有的国家签订保护劳动的双边协定 从而鞭长莫及 没法保障所有劳工的应有权利 不受侵犯 而菲律宾们寄人篱下的工作 也向来都是如履薄冰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致毒打和虐待 甚至还会遭受性剥削 由于很多雇主意识落后 带有强烈的等级观念 意识不到他们与菲御是平等的雇佣关系 对他们肆意凌辱 在部分雇主眼中 菲御的地位和奴隶无异 他们是主人的附属品 应当完全满足主人的需要 尽管菲律宾政府设立了专门的菲律宾劳工法 力所能及地尽量保护菲御人权 但仍有很多并不算太恶劣的虐待事件 隐藏于水下没有被大众知晓 只要雇主不是太过分 只要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 还和劳务输入国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作为家中的经济支柱 大部分海外费用依旧会默默忍受下去 这是一个群体的悲剧 也是一个国家的无奈 底层人若想真的改变命运 或许关键还是在于菲律宾的国力发展 这位年仅19岁的李昂可以看作是年轻版的维家 他一家石口居住在大约26平米的小屋内 虽然成长环境十分不堪 可他仍旧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学业上脱颖而出 成为了整个家族的希望 和维家的过往一样 此时的李昂就读于精英大学 母亲是当地的小学教师 弟弟还在上学读书 教师的微薄收入 令母亲无力支付家里的开销和弟弟的学费 没办法 李昂只能从自己的奖学金里拿出钱补贴家用 对于李昂的未来 母亲表示十分担心 当地政府并未将提高就业率 当成首要任务来抓 因此有文凭不一定有工作这一现状 已经成了当地民众的共识 不过李昂对此倒是一直保持乐观的态度 他坚信有智者是进程 只要自己奋发图强 就一定可以迎来不迷茫的前途 李昂的大学同学 基本上都是非富极贵的有钱人家 可以说贫富差距的分界线对他而言最为明显 每当有同学想邀请李昂出来喝咖啡时 都会被他蜿蜒拒绝 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付不起喝咖啡的钱 所幸也就不予对方有金钱的往来 可以想见这种事情经历多了 灭心也难免会陷入自卑的情绪 可阳光乐观的他并未在富人的世界中迷失自我 也从未嫌弃过自己贫穷的原生家庭 但为了家族的未来 他其实也有着离开汤都区的想法 在汤都区 像维加 李昂这样靠努力实现阶层跨越的 毕竟只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已经接受了残酷的现实 庸庸碌碌 勉强糊口 才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很多时候 看似简单的一日三餐 却是他们要不懈努力 才能实现的目标 食品安全问题在哪里都不容忽视 可这里的人会告诉你 他们每天要面对的食物 绝对可以用灭绝人性来形容 天还没亮 汤都区的垃圾车都将汇聚于此 而这里就是远近闻名的垃圾山 镜头刚到垃圾山时已是深夜 这里空无一人 漆黑一片 有的只是弥漫在四周 这辈子都无法散去的腐败气味 镜头在这里一直等到日出 可还是没见到有收垃圾的人过来工作 后来从这位老板口中得知 让所有人开工的唯一先决条件 是必须要有垃圾车的到来 可垃圾车却偏偏在今晚发生了故障 所以才会出现空无一人的情况 出于礼貌 老板让摄影组进屋休息 可他们刚踏进去就后悔了 原来此老板并非我们认知中气派十足的大土豪 这里的工作环境完全可以用糟糕来形容 只可与木板搭成的床非常不稳 房间里所弥漫的恶臭也不比外面好多少 垃圾车到来后 工人们就开始了忙碌 在这一包包布满文银的袋子里 有着数不尽的宝贵财富 只不过这些财富需要工人们忍着恶臭 慢慢地用手捡出来 那个味道我已经觉得已经是腐烂坏掉了 因为真的不知道人家把什么东西丢进去 全部掺杂在里面 好可怕 这位45岁的大姐是垃圾山里的拾荒者 每天她的双手都会在布满剩饭的垃圾中游走 如同其他拾荒者一样 大姐在这里讨生活也是有苦难言 十多年前的一天是她人生的分水岭 那天她的孩子出生了 可她也丢了养家糊口的工作 然而大姐并未消沉 以前的她曾无数次尝到过饥饿的滋味 所以她绝不能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 为了把孩子养大 大姐不得不寻找一个能与食物接触的工作 每日与蟑螂和蛆虫为伴 而这一干就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数十年 为了体验生活 摄影组也参与到大姐的工作中 不同的是 她们戴上了橡胶手套 经过挑挑剪剪后 大姐终于找到了一个还算完好的鸡块 再将它们放到弃枝不用的直筒里进行分类 没肉的鸡骨头就卖给农场当肥料 有肉的鸡块就卖给摊贩或者加工工厂 如果有幸遇到基本没动过的肉块 她则会带回去当自家做饭的食材 摄影组不明白 大姐是如何不戴手套就能操作这一切的 更不明白大姐是有着何等强大的内心 才能在这种环境下还能谈天说地 她其实如果找到一个整块是我们浪费掉的一块肌肉 她是自己捡起来去洗 然后就是已经把这些很烂的垃圾中找最好的给她自己的孩子 对他们来说它不只是奢侈品 是他们的义材 结束工作后大姐回到了自己的家 这个家虽然同样逼则 可大大小小的家具却摆放有序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家中的很多物件都是大姐靠着石荒捡来的 她的家被分成上下两层 她的四个子女们就住在上层 自己和丈夫则住在下层 相比于其他的石荒者 大姐算是幸运的 因为这个房子是好心房东转让给她的 所以她不用为房租而担心 从吃饭上就能看出 这一家人是何等的其乐融融 虽然生活困苦 可他们依旧心向阳光 在唐都区 靠着卖鸡块为生的还大有人在 当地人把这些东西叫做回收肉 有些摊贩会先将捡来的鸡块进行筛选 把那些肉大的挑出来 洗干净后放到锅里煮沸消毒 再将削完毒的鸡块倒入油锅中炸 炸至金黄石捞出 瀝干上面的油之后就可以拿来卖了 根据口味的不同 小虫还可以选择添加各种酱料 经过一番搅拌后 就成了一道色香俱全的美食 在这些回收肉上 偶尔会有高蛋白小生物经过 可由于价格便宜 味道鲜美 这些小虫在食客眼里也没有什么关系 通常他们会将这些回收肉搭配着米饭一起食用 有客人需要的话也能够打包带走 很多商贩都会在街边摆摊贩卖这些回收肉 也有人会在家中营业 十年68岁的罗西塔就一直靠此为生 由于当地没有出台提高老年人生活保障的政策 所以不少老人只能独自出来谋生 罗西塔在这一带算是比较出名的 靠着别人丢掉的炸鸡 他也活出了一个有生有色的晚年 要知道卖这种回收肉在当地是违法行为 因为很多人吃完会拉肚子 甚至还有食物中毒的情况 可罗西塔却说 自己卖出去的东西虽然也是捡来的 但绝对有安全保证 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人因为吃坏肚子而过来投诉 相反 他卖出去的回收肉因为品质优良 常常会被大家抢购一空 而当地的监管机构 在品尝过罗西塔的回收肉后 也决定对他网开一面 可以说在卖回收肉的过程中 他没受到过任何官方的阻挠 罗西塔还回忆说 自己在六年前就开始这项买卖 他一般会在凌晨三点时来到垃圾山 时间过早的好处 就是罗西塔有足够的选择余地 他能尽可能多地挑选卖向好的鸡肉 来作为这一天的原材料 将鸡块带回家后 中午就可以烹制完成 像这样一整袋的炸肉能够卖到六十美分 一天下来 他可以赚到五美元左右 虽然远算不上富裕 但养活自己绝对没有问题 出于强烈的好奇心 摄影组决定试一下罗西塔的炸肉 他对食材的唯一评价是挺有嚼劲的 同时他也有感而发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要靠这种东西活着 那人间和地狱有什么区别 除了食品安全的问题外 这里还存在着严重的重男轻女 女人低等到甚至无法决定 她们自身的生育权 她们几乎从未接受过性教育 什么时候肚子鼓起来了 什么时候就要理所应当地把小孩生下来 在这里的女性也缺乏基本的避孕措施 因为避孕的行为在当地代表着放纵和不忠 政府在宣传时也会将避孕行为进行妖魔化处理 避孕药在当地是不允许销售的 而一旦选择流产 则会触动当地的法律 所以每个医院的妇产科总是最为热闹 每天都有大量的孕妇等待生产 在这里她们就像一台机器 天生就只能逆来顺受 但也有少部分女性选择斗争到底 她们会选择用钩子或者铁棍伤害自己 以此来捍卫尊严 可这种做法无疑是危险的 用这种方式进行抗争 除了悲惨这两个字 我无法用其他词来形容它们的现状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一个公益团体 委内作为团体的运营经理 不仅要为当地的学龄儿童提供校服 及其他学习用品 还要承担引导教育保护他们的特殊使命 因为在当地 犯罪已经屡见不鲜 而其中也不乏一些未成年犯罪 委内在这里工作 17年将无数的儿童引入正途 他就像个大家长一样 默默付出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 据委内介绍 由于当地治安混乱 所以对于犯罪行为 普通人都尽力躲避 可更令居民们恐慌的 是当地的土地开发业者 因为土地开发业者只需要一句话 他们就不得不被迫搬迁 所以说能决定穷人命运的 永远不是穷人本身 而是那些堂而皇之的资本大手 镜头下的最后一个采访对象 是十年二十九岁的无业青年 格纳 格纳居住的地方 因为高楼耸立 被当地人称为天堂高地 可在旁人眼里看来 这实在是极大的讽刺 因为这里臭气熏天 非但不是天堂 就算是地狱的小鬼来了 也恐怕会绕路离开 此时 只有格纳的姐姐和孩子在家 妻子外出打工 还没有回来 格纳突然显得有些沮丧 由于目前的电子行业并不景气 所以毕业于电子专业的她 每次投出的简历都时辰大海 直到现在 她已经整整两年没有工作了 而家里的开销 则全都靠着妻子的工资 和姐姐的救济 在汤都区 格纳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虽然菲律宾的经济 一直在蓬勃发展 可经济的增长 并不等同于就业机会的增加 有数据显示 菲律宾的失业人口高达百万 即每五个成年人中 就会有一个处于待业状态 而在这些失业人口中 近八成的都是不到三十多岁的青年 这也是有些地区的犯罪率 一直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虽然没有工作 可我们还是能发现 格纳身上总会带着一个对讲机 原来 她一直都是消防义工 附近哪里有火情 格纳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帮忙救援 这里很多家庭没有宫殿 晚上需要点蜡烛 所以也就容易频发事故 另一个原因就是撕接电线 导致超负荷的电线突发燃烧 酿成火灾 格纳之所以会去做一井 完全是受父亲的影响 他的父亲就是这里的第一批消防义工 在耳濡目染下 格纳从小就具备一定的正义感和使命感 按他的话说 自己会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获得加倍的快乐 毕竟这里是他成长的地方 他也愿意为这个大家庭的安全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看到格纳一直挂在脸上的阳光笑容 这股乐观的心态 足以支撑他生活的信念 但也不禁让人担忧起来 因为格纳此时的行为完全都是在用爱发点 可这种乐观豁达的状态又会持续多久呢 如果一个渺小的希望无法达成 它会不会渐渐变成一个长久的绝望呢 谁也不会知道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当地的政府 多出台一些扶植企业和增加就业的措施 解决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困境 才是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蓬勃发展的基础 如果只是肥了一小拨人 而忽视了大部分人的利益 迟早会迎来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的结局 我们上面讲过 自近代以来 菲律宾一直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现实被西班牙人暴力统治了三百年 后来美国将西班牙打跑后 便开始对菲律宾采取怀柔政策 以各种利益条件来笼络这个国家的达官显贵为其所用 随着美国的逐渐崛起 菲律宾也跟在后面尝到了不少甜头 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 当菲律宾依赖的经济暴点开始衰退的时候 这个国家才终于意识到原来危险就在身边 侵入一家时 菲律宾把国内的土地卖给了外国的资本家 经济下行时 资本家则毫无怜悯之心地大量抛售农用地 这才引发了一连串的经济停滞 失业率暴增的问题 大量的中产企业一夜回到解放前 而那些早就与政府打好招呼的财阀集团 则高枕无忧 于是 这群人成为了菲律宾的上层阶级 继续着纸醉金迷 横行无际的富人生活 而那些迷失的大多数普通人 却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 所以说小到个体大到国家 终归一句话 打铁还需自身硬 毕竟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如果不努力 那就只能落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而在镜头下的世界里 我们也看到了部分个体 在大环境恶劣的前提下 所绽放出的光芒 维加明白 哪怕是自己没背景 也没关系 他也要凭借自身的努力 尽可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李昂知道 同班的学生都比自己有钱 可他也绝不会因此去跪田 去巴结 因为他要活出自己的气节 残酷的现实环境 常常会令委内果足不前 可他还是本着无私奉献的精神 不遗余力地 去帮助想要上学的儿童 走进校园 格纳虽然没有收入 可他却一直在用遵从内心的方式 来完成着对于家园的日夜守候 而最令我动容的 还要属那位将手指插入残羹圣范的大姐 谁不曾洁净如心 谁不曾脚踏清凉 可为了生活 为了孩子有疏毒 家人有房子住 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置身泥脑 然后再用一脸春光明媚的笑容 面对诗人 好像在说 生活的苦涩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如果您喜欢更多的世界人文 历史故事 可以关注我 或劳驾您 为视频点个赞 我将和您一起 探寻那些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请不吝点赞